彭管初今年8月在小琉球执行全新的自助淨灘闯关活动 改变以往以多场次方式进行 让游客有更弹性的空间及时间 透过预约淨灘 让规划到小琉球的观光游城 变得更具生态意义 8月份就开始执行这样的一个自助的淨灘活动 希望能够引领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 小琉球要打造一个绿绣旅游目的地 所以我们这样的货币也跟我们的环保餐厅也非常结合了 流行杯也结合了 然后所谓的低碳的自行车 机车电动机车也都结合起来 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来打造小琉球 是一个永续发展的旅游目的地 改推动的爱归正货日静斗金自助淨灘 从即日起至15号 每天两组淨灘名额 报名成功就到小琉球 游客中心索取淨灘器材与闯关任务说明卡与刀具 接着就可自行去淨灘 完成任务后换取海滩货币 另外还有店家优惠券等好礼 吸引许多游客报名参加 其实有机会拿到海滩货币也可以在现场做消费 我觉得其实蛮值得去 你任了时间来 你只要报我们榴管站报名 那你就可以执行这样的一个海滩货币的活动 那你只要通过了这样的一个设计的闯关活动 我们就有一个货币给你 那你能够到小琉球来消费 小琉球岛上成年海费多年来 在大家努力下已被清除 现在最常见的是烟蒂 奇微塑胶 以此今年的自助淨灘主要任务 也希望能完成的杜绝烟蒂 欢迎游客可以透过自助淨灘 安排自己的行程 一起达成绿色旅游永续目标 记者不听张志豪采访报道